因为下一节课呢 我想要分享的是网站 分享的是网站 在这个地方 你看新增 是不是还有更多 更多里面 是不是有协作平台 所以下一节课 我就想要介绍 那个协作平台的部分 让你去了解 好 我们先上课到这个地方 休息10分钟 好吗 2点55分 前进来 继续来观看一下 因为接下来 我想要介绍的是网站 网站 因为在自己的这个 电脑里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网站的内容 首先 首先我们如何建立网站 所以在这个地方新增 一样回到自己 自己的 我建议因为 我们的这个资料呢 它应该是属于网站的资料 所以首先建议 就是自己的这个资料呢 先搬到 搬到相关的位置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现在我是不是要做网站 所以网站的内容 所以网站的内容全部都放在这 所以我们进入到网站 接下来新增 新增更多 更多里面 有一个叫Google协作平台 在介绍那个Google协作平台的时候呢 它其实很快可以帮助我们去建立一个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呢 我们当然就可以直接去输入 例如说您的页面标题 好 例如说在这边 你就像 我就叫 孙在阳电脑教室 那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取一个名称 但是这个地方 假设当你已经打好这个标题 你点一下 点这个地方 现在速度有点不够快 就是当我今天建立好 建立好这个标题 它其实输入网站名称 它就会用这个名称了 也就是说 这个网址 这个网站就是变成这个名称 因为没有 所以我们就自己手动 辛苦一下打字 打相同的内容 比如说孙在阳电脑教室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新增了一个网站 新增这个网站的第一页 这是首页 然后总觉得说 这个图片应该不是那种漂亮 所以我们想要把那个最上面那个横幅列 稍微变漂亮一点 所以怎么变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变更底图 所以它叫做变更图片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图片 选择就是这里面性有的 例如说我假设选择这一种 只能挑一张来去呈现 然后点选选取 然后那个图片就会呈现在这里 接下来呢 这边还有那个标题的样式 对了 加了图片之后 这个地方有一个移除清晰度调整设定 看你觉得要不要把它改变一下 那这边有一个标头的类型 这个叫标头 点选标头类型 然后这边 例如说我们只有封面 就是一看到这个画面 就纯粹就是一个封面 或者是说我们不要有这个封面 我们做大型的横幅 这样比刚刚来的大 或者是横幅 这就刚刚里面有横幅 或者是只有标题 只有标题 它就只放这个标题大小 所以它不够放底图 好 就一般我们都会用一个横幅来去呈现 而且最后你输出的时候呢 例如说在这边我们去预览 接下来是不是有看到 因为我们一个小时 看能不能就是把网站怎么做 然后分析 等一下我可能会介绍 我自己网站的一个GA分析 然后让我们知道 因为网站分析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好 您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我的一个电脑教室 然后这是手机的呈现 手机 这是用手机来去观看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我只是告诉你们说 这是预览 预览 看到的画面就是长这样子 好 我先暂时把这个预览 因为大部分看网站 现在都是在手机上面看 所以我先暂时把它关掉 好 重新打开这个网站下面 这个我刚刚做的 孙在阳电脑教室 快速点两下就打开 打开我要继续做编辑 首先呢 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去 先放一个文字方块 好 例如说 这是一个只有电脑 只有电脑教学的原地 希望你的参与 提问 好 让这个原地 满地开花 没有没有 点一下就好了 点一下 那那接下来 接下来可能你 你可能会放一点 例如说 我们这里面还有很多东西 你可以放云端硬碟的档案 例如说图片 都可以 好 我现在重点是要去介绍 它下面还有版面配置 例如说 我现在我就直接放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刚刚他 我刚做到这边嘛 他就在下面继续做 继续做 这样子的一个 两个东西 好 这可以放什么呢 这可以放什么 当我点这边的话 你可以放影片图片都可以 例如说选取图片 那图片 假设我今天放那个网路上的图片 网路 当然你也可以放云端 云端硬碟图片 好 例如说 因为首页我会花一点时间去讲 因为第二页第三页 等一下很快去做出来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去搜寻好了 搜寻 而且是在Google上面搜寻 搜寻什么 自然 自然 就跟自然有关系的图片 好 不对 因为我是电脑教学 那刚刚就叫科技 然后搜寻 然后接下来去找一个 就是说科技 好 例如说这张图页 然后选取 这样图片就放进来了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可以编辑文字 例如说 那个电脑科技 那另外一点 我是不是也可以放 除了电脑科技 例如说还有就是 假设资讯 资讯 好 一样我们用上传图片 不是 选取图片 一样去网路上搜寻 科技好了 电脑 搜寻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用这张图片 选取 然后接下来 这是电脑资讯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只是说 要告诉各位 您可以借用排版的方式 把自己的网页做得更丰富一点 好 那 在接下来 在接下来 下面还有好多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做到这边 我想要去增加一个分隔线 他是不是就加入一个分隔线 好 或者是我想要放日历 日历 或者是我想要去放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 一个 按钮啊 地图啊 文件 这里面非常多了 好 甚至我刚刚是不是有做一个表单 校园美食的问卷 我是不是也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插入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反正就是一个网页 你可以放很多东西 而且很快速的去把 Google相关的App所产生的内容 全部都放进来 那如果你不要 例如说这个 这个你不要 这边左边是不是有背景色彩的设定 有复制版面 还有删除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区段整个给删除掉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拿掉了 好 最后 最后我们再放一个 例如说分隔线 那你一定会说 分隔线这样子 觉得好像还蛮丑的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 可以再去找一些其他的图片来取代 你就快速点两下 好 这我们就不去做讲解了 现在重点 我给各位再一次的预览 你看一下 我们在手机上面 它会呈现成怎样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说 虽然说我们在本机端 它的排列是左右 可是现在它变成上下 都是上下 手机只有上下的排列方式 好 而且这样排列方式 我觉得还蛮让人一目了然的 好 然后接下来重点 我们不可能只有一张 好 我就先把这个画面给关掉了 这个 因为我预览完了 我就直接关掉了 那我们快速点两下打开来 我不可能只有首页 我会有第二页第三页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都还没有发布 所以别人也都看不到 那所谓别人就是指这个 我们在同一个网域里面的人 好 就是你的GSAT 这个网域里面的人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边你可能会有 这是首页 首页完毕之后 可能会有第二页 第二阶的网页 好 例如说电脑教室里面 它可能会有其他的网页 所以我在首页底下 我在安排有什么呢 有新增子页面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的子页面 我叫做最新消息 完成 它就做在首页的下一页了 现在是不是到最新消息 你可以去变更一下 变更 我希望说 这个时候的那个网页内容 不要跟首页是一样 不然别人会产生那个疑惑 好 所以点选 选取图片 例如说 假设我选择 因为直网页 我就做简单一点 好 我就做这一种 然后确定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在 首页 首页 我可能还要去做 新增子页面 所以点选首页旁边的点点点 去做什么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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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课程 然后点选完成 所以这边我是不是有电脑课程 电脑课程可能我还有直网页 举例来说我新增子页面 电脑课程的子页面 例如说大数据分析 然后完成 我可能电脑 因为这是第二阶 这是又是等于说第一阶第二阶第三阶 第三阶 我这时候我又希望说再变一下 再变一下 例如说选取页面 我希望又是另外一个风格 有点点点的这种蓝色好了 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电脑课程 再增加 再增加什么 子页面 然后接下来 这个例如说是 Office应用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就点完成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两个网页 大数据分析跟Office应用 我在这个地方所得到那个版型是类似的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电脑课程 因为这都是第二阶 电脑课程跟最新消息 是不是也是用类似的 类似的那种版型 我觉得这样会让别人会比较容易去区别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但事实上 事实上 我们现在 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建立好这样子一个网页的层次之后 我们现在要去这边来观看 这里 预览 预览一下 就是手机现在这边产生了什么变化 这是你手机上面会看到 这边就多了一个这个选项了 当你点下去之后 这边是不是有两个第二阶 就是最新消息跟电脑课程 电脑课程再点一下 你看这边是不是又有两个 然后假设你今天就可以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阶层安排 点一下Office应用 是不是就直接跳到Office应用 现在出不来这个技术 它只是要让我们看到说 它可以做这样子一个呈现而已 这样大概知道吗 大概知道现在所在做的 刚刚做多层次页面 就是在做这件事 它跑得好慢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又可以切换到 例如说最新消息 有没有 现在还蛮正常 然后电脑课程里面 我是不是可以从这个地方 切换到大数据分析 这样可以了解 这个是手机上面的配置的情形 但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直接结束预览 结束预览就回到刚刚的编辑的画面 好 我们现在是不是一个网页 一个网页第二层的各网页 你们再花点时间再来去做美东的设计 或者是增加一些项目 像例如说我 我例如说在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 其实你们如果要找我的相关的教学影片 我提供给你们在这里 假设我现在我点选这个加 然后我的所有教学的内容 我都放在这 go.gr 斜线 ytz rxt 注意这个r要大写 然后后面这个t也要大写 只有这两个字要大写 这两个字r跟t要大写 Enter 然后接下来你看 这是我最近排出来的课程 例如说 今天我们在玩的是google suite 真好玩 对不起 应该念google suite 这个字我有查过 它不可以念成suit 它要念成suit 这是google公司 自己去在网站上拼出来 它叫做suit 然后google suite真好玩 这就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要讲义的话就点它 没有什么范例 因为我们所有范例都是今天去建造出来的 好 那这个范例又不能给别人 就是那个网不能跨领域 因为就只能在南亚技术学院 所以你到时候你这边往范例都要靠自己再来去做 到时候我会给你这个影片连结 你就点下去就可以看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 像例如说假设你有想要去学这个office日常工作使用技巧 这边有影片有讲义有范例 然后速读大数据分析 这个比较偏政治 因为这里面去政治大学去教大数据分析 他们要分析也是2012年中东大学 好 有点敏感 有点敏感 但是他说在政治大学里面 这一点都不敏感 好 是我想太多了 然后接下来这大数据分析运动基础翻译 这个课程就比较简单 这是在行政院 行政院开出来的课程 还有像智慧手机的运动 你看这边 你一路这样往下看 随便一个影片 你这样看 你可能就要花两三天才能把它给看完 好 所以光这些不重复的影片 然后后来我觉得 在之前2017年之前 2018年之前影片 我都把它再去做整理 这些都是跟什么 影像处理有关系的 这影片处理 然后大数据分析 从底下出接进阶 反正非常大量多课程 怎么样 老师 你这些答案之间我们科会 因为透过Google或者是群组的打完去看 一定要透过你的这个群组 可以啊可以啊 你到 没有啊 你刚刚就是打这个老师 这个就知道了 对 而且你要下载就下载 你要下载就下载 对 老师 我放在那个讲义的第一页 我回去修改 下次再告诉你们 我刚刚 我突然 我 我做 昨天 做太快了 然后没有做到这个网址 我再重新打一下 在这个地方 老师 你所谓的那个教学影片 是不是没有讲解 就是只有说明 还是影片你自己喜怒的 然后讲解的地方就是 我们就随便点一个来看一下好不好 不然你自己回家看 真的 老师 我会再认识 对 对 有问题再提 跟老师 对 告诉我 这样可以了解 可是我没办法在下一次 可能没办法 我会尽量想办法在下一次上课之前 就把这个整个影片 今天上课影片放上去 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希望就是说你们自行可以去安排 不是给你们看 有时候 有时候因为我为什么做这些东西 是因为别人会问我问题 我就可以很快就告诉他说 请你回去看哪一部影片 几分几秒开始 这样可以接受我好多那个问题的解答 这样可以理解 所以你们到时候 如果说你要问我一个什么电脑问题 我也是这样子回答你 你就可以回答给你的学生 好 那 就提供给你参考 那我现在就要告诉你说 例如说我的影片 我要直接抓一个YouTube 哦对 我先回答刚刚那位老师的问题 他说那个网址 我再输入一次给你们 就这个网址 所以你要不要拍一下 就这个网址 注意哦 这个R要大写 这个T要大写 这里面还有包含很重要 像那个Table大数据分析 真的 那个 反正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 如果你愿意花钱去买 我也没有意见 好 我也没有意见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我要给你们看那个YouTube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请你就输入我的姓名 那真的要请各位老师帮忙一下 你看哦 像这里面打我的姓名是不是就可以到 你看 那我的那个网路的订阅者就有两万 所以这也不是 而且每天都持续一直在增加 所以这也不是随随便便 有一个网站 这是无心插流 我完全没做任何经营 所以如果贵校有行销系 那个 我就希望能够找几个学生来去帮我行销一下 那个 那个行销起来那会不得了 我在没有做任何行销的时候 每天就已经有很多很多人来观看了 那是订阅人数 对订阅人数 你要知道这个金达到网红 所以老师有收到钱吗 有有收到钱 那钱不错吧 然后他可以提供给我去美国 因为只有美金嘛 他给我美金 然后我连续两年我去美国游选 不是游选 但是政府机关 他给公立大学的那个博士生 就是你不出去 知道教授说 你该出去 去看一下美国 卫福部他们怎么做 怎么做计划 好 那我真的不骗你 就是说 这我完全没有做金 我就只是出发点 只是为了方便日后 别人问我问题 我可以快速告诉他 好 我希望你们到时候帮我订阅 或者是在那个影片下面按赞 你看 这里 这里是不是有影片 我的影片有2800多部 下面是有很多什么 数位分析及互动式视觉效果 DI工具应用 有看到 好 这就提供给门畅 这些真的都是 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就一直把它放上去 然后 例如说好了 假设 假设你们 我把影片放上去 你们一定会问我说 老师 你曾经在我们 班上什么时候 讲什么 几分几秒 我们到时候有共同的 那个影片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有更多的交流 麻烦你们 例如说点进去 这个影片的时候 描住一下 看五秒钟 影片的效果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可以的话 麻烦请在下面 帮我按个赞 这就是对我的最大鼓励了 好 我现在呢 我现在我要这个网址 我现在是不是要这个网址 因为把它做在我的那个 网站里面 好 例如说 刚刚这边大数据分析 我就插入 插入 插入一个什么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内看 那我其实可以插入一个 例如说输入网址 所以就贴上 我刚刚那个网址 然后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 数据分析及互动式 视觉效果 的这一部影片 就放在这边了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各位老师 你们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可是我也希望你们 一定要听懂 现在所讲的这些东西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 你一直重复 每一年都在讲相同话 你真的不是在讲相同话 你一定会到处去 去找新的资讯 然后每一年都在编 那你一定会遇到 有想要学习的学生 就把这些东西录制起来 说明将来 第二个网址 第三个网址 真的 你真的 只要愿意来去做 把反走过 并留下痕距 你一定也可以 变成跟我一样 这样了解吗 我真的很心的 希望你们 甚至 甚至你要知道 现在年轻人 年轻人他也很喜欢 就是说 你没有说 交代他们做什么作业 你就让他们去 突发情想 你就把这些东西 录制起来 这都是一些互动 或者是你可以介绍给 例如说 你看你们学姐 学长他们做什么东西 我觉得 教学可以更 不一样一点 记得 真的 真的 那个 不要都是 很辛苦的老师 在那边 一直讲 一直讲 而且最后 讲到最后 学生一定会觉得 怎么老师 年年讲的都一样 真的 老师不可能 年年都讲一样的话 所以 请你们 请你们回去 也试着去做做看 这样子的一个 把影片剪辑 然后放在YouTube上面 真的会有人来观看 如果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真的 如果可以的话 你也可以 稍微把这个题目 像我连题目 都完全没有设计过 你知道在这个地方 有些真的会用 总动的标题 所以我说好了 你知道文字 喜欢盯男生 还是喜欢盯女生 那个点击率 就一定会顶 这个 跟隔热数据分析来的 高很多了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还有一种 不是啊 不是啊 这个学术价值就降低了 因为我的对象 我只是为了 像这个课程是行政院 我不用在行政院里面 划重取仇 就是我的目标 只是为了让行政院 这些学生 他能够跟我交流的时候 他不是要问我说 老师文字 喜欢盯男生 喜欢盯女生 他问我就是 跟隔热数据分析里面的 什么内容 这样理解 那个对象比 可是你们 有时候为了学生 你就变成 必须要降低 自己的那个高度 这样理解吧 没办法 因为年轻人喜欢这些 年轻人喜欢IG 你跟他有共同的 那个视野跟 那个内容的时候 你们频率相近 才能沟通 他们很喜欢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 为什么你也就做一做 就说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 反正那个影片都有了 我们就来做各组 就是我已经做好影片 在网络上了 那麻烦下一周 请分成四组同学 看这四部影片 上台请他们报告给我们 学生报告给学生 这不是也是一个方式吗 我只是觉得就是说 你先把你辛辛苦做的 叫这样 然后这样得到更多人观看 不是有另外一种成就感 好 OK 你刚刚问什么问题 老师 老师因为你刚刚有那个内看这个使用 对对对对在这边 对老师你因为你现在用的都是自己的影片 所以没有问题 那我们其他人其实可以直接 刚不行 因为我这个网站是孙战良店 老师啊 对对对 所以我可以 所以老师不必是我们要自己做 对对对对对 老师我的意思说 因为你教学你也在做 你单纯就是实际的做出这些影片 然后你就可以去做这件事了 好 我之所以做这件事是我的指导教会说 你是不是把这些影片做好到时候给别人去使用 我再跟你们再分享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小技巧 就是这个YouTube影片哦 如何下载 好 也就是直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YouTube的Y这个字前面输入S S S 对 每一个YouTube影片前面一定会有 前面一定会有什么 Y on YouTube 对不对 所以你就在前面输入S Enter 稍微等一下 然后机场他就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准备去做影片的下载 有看到吗 正在处理下载连结 请不要离开 不过这应该是一个国外的网址 而且好像是大陆 然后这边有看到吗 下载MP4 720影片 所以点它 它就会进行这部影片一个多小时的一个小时用40秒的影片下载 请用个人参考一下 好 那我就关掉了 这个只要点一下它 它等一下就会进行下载 我就不去下载这一个小时的影片了 那 假设我今天用这个网站做好了 我这个网站做好之后呢 我是不是希望跟其他人 我是不是希望 就是发布出去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直接点这个发布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网址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是 https 冒号 斜线 signs.google.com 这是Google公司的网址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 the gsat.com 对吧 那请你这边要再输入自己的 像例如说我是kensun 我kensun 是我的英文名字 sun 是我的信 好 例如说这是我的第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我的网址 这就是我的网址 可以吗 这就是我的网址 然后点击发布 好了 那各位 各位 我现在要请你们做一件事情了 就是说 我再去做一个我的网址的 我的网址的一个 就是短网址 或QR code 好 例如说我这边加 然后一样去做Google QR code 好 一个QR code 条码产生器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麻烦请各位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就输入网址 然后点击产生条码 能不能麻烦请各位 就是一样把那个 一样把手机拿起来 然后去扫描 扫描这个QR code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网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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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